这堆切了做红烧肉 1019克 做红烧肉就是所有要放进去的调料 薄姜蒜豆豉 然后花椒大料冰箱 山楂和桂皮 这里头是红茶 听说那个茶的包有可能是塑料的 所以我就把它倒出来 拿个布把它扎上 先把比较肥的肉放到这里 煎一下 你看出了多少油 我这一点油都没有放 它底下那个 把它油煎出来一下 把肥的朝下边 然后这样子煎 炒出来这么多 肉炒干 现在把葱姜蒜和豆豉都放进去 葱姜蒜和豆豉都放进去 葱姜蒜和豆豉都放进去 油里炒一炒 煎肉一块炒 炒出香味来 放些五香粉 放点胡椒水 放酱油 放点冰糖 然后把红茶放进去 然后颜色就上来 然后把料包放进去 再放鲜盐 放一些开水 放一些开水 然后把它放到电饭锅里 看一下这是昨天做的红烧肉 然后放在冰箱里 你看看上面这一层油 所以这个油很容易做了红烧肉 也很容易去掉 刮下来 然后把这一块的油就刮下来 放到这边 然后 看看 然后弄到吃的肚子里了 不快 放一冰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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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湿了 把银子不短 放一螃子